今晚,苏格兰公开赛打响首场半决赛 希金斯和奥沙利文上演巅峰对决 无失前二局火力全开速胜对手 奥沙利文总共只得到8分0比2落后 再部分起直追将无缘新赛季首战决赛 希金斯是本赛季表现最稳定的球员 连续三战赛事进决赛的标柄战绩无人能及 可惜张海根在长局制决赛有些力不从心 北爱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均以8比9分别输给马克艾伦和罗伯逊 关中冠决赛4比10惨败特鲁姆普 变身三亚王被调侃 奥沙利文上赛季五进决赛全部输球 这在以前不可想象 2020年奥沙利文还强势夺得世锦赛第7冠 随后长达一年4个月一贯难球 新赛季至今更是从未入围决赛 奥沙利文过往76次对决希金斯战绩占优 但巫师在排名赛和三大赛胜率更高 此前对阵火箭拿到两年胜 本场半决赛对决希金斯士气如红 首局打出单杆76分112比0大胜 次局又利用火箭失误被罚4分上手 最终71比8再胜2比0领先 第三局奥沙利文开局 搏进远台红球 但打完一套红黑 仅得8分就中断进攻 击打简单红球时出现漏球 被罚4分送上大礼 希金斯轰出125分清台一杆打死 取得3比0的梦幻开局 火箭前三局总共仅得16分 根本无法给对手制造压力 再浪下去或将被横扫出去 现在的奥沙利文 难道真的已经走下神坛了吗